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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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今日點進的節目 我是石濤 咱說天地人這樹 和這個 水戰勝中共的這個角度來講 我覺得又從另外一個角度 去理解現在 環境的背景 我個人覺得也蠻有趣的 有時候聽起來可能朋友 聽起來會很雜亂 但是在我個人角度來講 我覺得非常順利成長 你從不同的環 就是圍繞著中共作為核心 因為現在是天滅中共 圍繞中共作為核心 你會看到 從單一的一件事情上 就是單一的一個氛圍中 你可以看到 天地人 但是從另外一個平 就是平 平行的角度來講 你同樣可以看到天地人 與身同行 萬劫不符 再劫難逃 這是萬劫不符 天滅中共 這是我們在節目中 曾經用過的 對吧 而我們用過的過程當中呢 我們最早喊出的是 天滅中共 我們反著喊的 天滅中共 再劫 叫什麼 萬劫不符再劫難逃2019 與神同行 人戰勝不了共產黨 只能與神同行 我們在節目這麼說 香港人的 在用了這三句話的時候 是反著用的 與神同行是人 萬劫不符是地 輪迴轉世嗎 天滅中共是天 你看 他反著的 他反著的 那他對應的呢 第一第二都有了 就生第三個了 天滅中共 人 已經與神同行的人在啊 對吧 黑衣的那些人 與神同行的人 唱著聖歌 那整體的香港人 而黑衣的整體的香港人 又是水 Bewater 是他在人的層面這句話 而Bewater 這一句話 可以從下至上 貫穿到上 在下 可以說人的哲學 在上 可以走到人的生命的本質 生命的本質 這天地間生命的本質 是水 而對應的共產黨 跟習近平這條 這個蛇的話 他就是 那他就都是火 都是火 我覺得很有趣 很有趣 而我們跟大家分享的是江澤民 江澤民是隻蛤蟆 曾慶紅是隻螃蟹 是水來的 他們是八九六四上來 他們是八九六四上來 一九九八年 在中國大陸爆發了大洪水 江澤民得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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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九年開始迫害法輪功 所以 那是餓的水 不就是相生相克的嗎 我朋友說什麼叫相生相克的 神造的伊甸園 那是神造的 耶和華造的 對吧 而撒旦 來自於六億大天使 對三界裡的人來講 他同樣像神一樣 但他是惡的 來處對人而言是一個來處 一個來處的意思就是 他太高了 你整不了他 一隻蛤蟆 一隻螃蟹 咱們自己 咱們節目中講過吧 說神仙那部分清理完之後 剩下的是妖怪 我們封神演義裡講的是 斬妖出魔對不對 封神演義裡講的是這個 眉山七怪對不對 那過了神界那部分 完了之後 就要弄這個妖怪了 弄妖怪神仙不出手 弄妖怪神仙不出手 二郎神一個人幹了 一個就幹了 用了七十二遍 所以江澤民也好 曾慶紅也好 他們代表 他們是妖怪來的 而香港人喊出了一個 Be Water Be Water 是生命之源 天水 這預示了今天的 中國將要發生 他跑不了 晚上有篇報導 文章題目這麼說的 被抱掩的少女 拍了片子 答謝各界人 對她的幫助 這是個少女拍的片子了 她非常坦言地說 8月十幾號 包括8月12號 13號 佔領機場 癱瘓機場 包括後來的大遊行 都是因她而發起 所以她感謝 整個香港人 對她的關心 和對她的幫助 她也感謝 她認為她 在醫院也好 在周圍的環境也好 她獲得了最好的治療 她沒有談她自己的傷情 然後至於自己的生活 和她自己為自己的生活而言 她如果我有需要的話 那我也願意 有需要 會求助社會幫助的 因為這是一個太難的事情了 這個 沒什麼可講 太難的事情 而香港政府 對這件事情呢 一直強調她 應該去報警 而所有香港人 對警察完全是失去信任的 完全是失去信任的 所以報警等於是 上黑社會的門口去講道理 這是今天香港人 對香港警方的看法 他最後呢 說以古埃及的神話 荷魯斯右眼有遠離痛苦 戰勝邪惡的力量 希望自己的右眼 可以幫助香港市民 遠離痛苦 戰勝邪惡 這就是我剛才跟大家講 今天的香港人 香港的年輕人 他們表現出來的神性 作為受害人 你沒有看到他任何狂躁 你沒有看到他任何的憤怒之語 這是今天的共產黨嚇了人 高級動物們 無法相比 也無法理解 三十一號星期六 應該是明天有時差 民陣舉行大遊行 紀念五年前 831人大釋法 當時張澤江的人大釋法 是打擊習近平 挑起港人的憤怒 來製造香港事端 打擊習近平 五年前 習近平默不作聲 整個2014年 習近平默不作聲 真是沉默時間 所以在2014年的時候 劉雲山的610的香港白皮書 張澤江的831人大釋法 是推動香港雨傘運動 走向火爆的最關鍵的 中共的表達 民陣舉行大遊行 遭到了警方的反對 主辦過民陣的召集人說 將針對此結果提出上訴 但是在過去時間裡 屢屢上訴被失敗了 基本香港警方的做法呢 是激怒整體香港人 因為9月2號 學校就要開學了 那現在的大學 很多大學都已經提出罷課兩個星期 中學生幾乎都是罷課 這是學生開學前的 最後一次大遊行 所以你可以感覺到 那份衝突的場面 警務處處長 為了維護公共安全 公共秩序 保護他人的權利自由 禁止民陣的集會 警方的借口 都是公眾 都是公眾安全 公眾秩序 而所有大遊行 都沒有公眾安全 跟公眾秩序的問題 所有破壞者 都是警察本身 要逼到 要逼到極點 這是一種逼到極點 民陣自反送中以來 首次申請 遊行跟集會 全都遭到拒絕 前三次大興集會 遊行 吸引了上百萬人 這項禁令 可能會導致 9月2號的大罷工 奠定下基礎 南華早報 21個不同產業的示威者 號召香港 9月2號大罷工 前往尖沙咀 中環 金鐘 參加集會 10個大專院校的學生 9月2號罷課兩週 港府 8月28號重申 港府對罷工的立場 呼籲市民 堅守崗位 否則可能會影響 嚴重影響其他市民的生活 出來兩百萬多萬人大遊行 影響其他市民的生活 全香港才七百萬人 他出來兩百多萬人 什麼東西 對不對 所以香港政府 香港警方 一定走到邪惡的最極致 退無可退 他退不下來 因為警方做的邪惡知識 港府做的邪惡知識 他已經沒有能力退了 他唯一的期待 就是把事情激爆 逼迫習近平出動軍隊 只要軍隊一進入香港 香港警察就解套 這是今天香港警察 跟港府 對習近平動心眼的最關鍵之刻 一定打爆香港 逼習近平出兵 他們解套 他們認為這是唯一的一個掩蓋 香港警察邪惡暴行 和香港港府邪惡生命的 唯一之途徑 所以他絕不妥協 而當他絕不妥協的時候 這正好是天滅中共 幹死共產黨的 就是共產黨被淘汰的一個 充分的引游和表現出來的環境 他沒有任何生存的 一點點藉口和數字 那好 這期節目就到這裡 謝謝大家 再見 MING PAO CANADA